急診室外孩子在媽媽懷中充滿好奇 但家長卻是緊張又憂心 尤其兒童確診數持續增加 就算躲過了染疫重症 康復後一個月 還可能會出現多系統 嚴正症候群密西 距離這個確診之後 大概在三週到四週左右 持續發燒腹瀉嘔吐 腹痛淋巴結腫 轟疹 目前國內49例兒童重症中 已經有8例的密西 包括一位8歲男童 4月20號就確診新冠 染疫一個月後開始高燒39度 隔兩天還出現紅眼睛 腹痛和噁心 到醫院測量血壓偏低 研判是密西病發急性藍胃炎 是最早發病的個案 另一名兩歲女童 5月13確診後 20多天出現高燒40度 頭痛 耳朵痛 上吐下瀉 又有草莓舌 嘴唇乾裂 也批診的症狀是最小的密西個案 我們呃現在看的可能只是高峰的剛開始 醫師市井 臺灣密西的病例 會越來越多 以美國CDC統計來看 確診數上升後 密西個案隨後也會上升 從去年5月到今年5月 累積有8525名密西的病例 包括69人死亡 按照美國模式估算 臺灣未來一個月可能會增加 一百六十七例的密西 美國紐約的一個研究 他們二十一歲以下的COVID個案 確診的個案 他發生密西的機率是一百萬分之三百一十六 五月初的這個當時整個十 二十歲以下小朋友的這個 染疫人數大概是十萬人來算的話 那目前是十萬分之八 那這個數字當然有可能是低估 指揮中心指出孩子打一劑疫苗 密西的發生率就能降低九成 提醒五到十一歲孩童 盡快施打疫苗 避免密西找上門 華視新聞方一婷 彭冠玲 台北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